超犯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我覺得這個明星學區 還有捷運影城即將進駐啦 我覺得像一些比較 算是重畫區 明星學區 喔 會有人告訴你 譬如說重畫區 或是比較偏遠的地方說 這未來一定看髒 而且告訴你說 這將來會有一間什麼學校 結果將來都沒有那個學校 因為現在少子化 然後什麼新的學校 會在這個地方 尤其是像之前這個 我們到淡水區 不是就說影城 還有什麼大賣場要進駐 那時候也變成是一種 這個讓當地房地產 往上漲的這個狀況 那後來到底有沒有進駐 後來這個影城有進駐啊 有有進駐 只是說這個時間已經落差了 好幾年了 好幾年以上 像我以前住在林口的時候 那時候也很多 我住在那附近的時候 人家說這個未來會有什麼 這個影城要進駐 但後來就真的就沒有 那現在有了嗎 沒有 後來也是我離開了好久之後 真的才有影城進駐 到底影城進駐是什麼時候 你要講清楚嗎 不知道 搞不好我等到頭髮都白了 還沒有影城 對就這樣 所以這種所謂的 他畫個大餅說 我們這個未來有捷運啊 或什麼 或什麼公務通過 或什麼那個 你都要看看說 你要搞清楚時間點會在什麼時候 多久以後 否則 像那個明星學區 我有朋友這種經驗 他去買了一個案子 他說那個地方會有明星學區 可是一直都沒有蓋 結果等他蓋的時候 他的小朋友已經小學畢業了 已經讀國中了 所以那個明星學區的那個 他期望讀的那個小學 也沒有讀到 所以這也是要留意的 好